尽管我国多个地区目前面对高温 不过教育部长法迪娜表示 国内中小学将照旧在下个星期开课 只是配合斋戒月的来临 半岛学校下午班的放学时间 将提早到下午五点半 而东马的学校则会在下午五点放学 上午班的上课时间则是不变 部长今天到吉达双西大年 为裴志华校新校舍主持开幕后说 来临了一个月 穆斯林学生将面对双重挑战 需要在炎热天气中度过斋戒月 因此教育部除了调整放学时间 让学生尽早回家开斋外 也提醒父母为孩子准备足够的饮肉水降温 与此同时 所有学校食堂将照常营业 确保被穆斯林学生不会挨饿 法迪娜也说 虽然教育部维持目前的校服和课外活动指南 但还是会根据气象局和卫生部的建议 随时做出调整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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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